啟波一的大勢最興奮 又來到G組,有風頭等的英格蘭 這個九八世界盃保育工作又來了 記得要多點Kick廣告才行 不過原來之前我講漏了第一輪G組的賽事 羅馬尼亞對哥倫比亞 這一場是客傑用天分後腳傳送 伊利巧妙奪過手門員,贏了哥倫比亞1比0 可惜客傑的傳送存在了沙石 所以不能入選到最佳助攻的名單當中 其實羅馬尼亞今屆的表現退步了 進攻速率比4年前慢了不少 但也贏了哥倫比亞 反映了哥倫比亞的退步更多 主要是他們兩個國家當家球星年紀大了 羅馬尼亞的重心是客傑33歲 哥倫比亞是靈魂人物 華特拉馬36歲 只要他們兩個靈魂人物都有問題 失準 羅馬尼亞和哥倫比亞都會出大問題 客傑速度下降 華特拉馬到第二輪都很多失誤 交失很多球 所以明明級數高於特尼西亞的哥倫比亞 全場來講和特尼西亞打來回高速球 哥倫比亞多特尼西亞40多腳射門多 但也贏不到明顯的級數 只可以去到比賽的最後 哥倫比亞方面華特拉馬搶到對方的腳下球 打個反擊 哥倫比亞才可以小勝1比0 哥倫比亞總算有3分落袋 給少少威脅英格蘭 英格蘭當然要想辦法在第二輪賽事 贏到這一組最強的對手羅馬尼亞 才可以確保守命出線 16強避開亞近廷 但英格蘭教練何道 去到第二輪都完全沒有反省 以為第一輪贏了余覽部隊特尼西亞 就覺得自己這個352的正選陣容 一點問題都沒有 根本是繼續複製第一場的陣容 只不過是用了加利利為利 取代了受傷的收夫機 只不過是作出了一個被迫的調整 第一場球踢得很差的安達頓 繼續在右路打正選 今場的賽事第二場對羅馬尼亞 安達頓都出不了一腳好球出來 蘇利亞、蘇寧咸一對平均速度緩慢的進攻組合 繼續出現在一個非常依賴速度的352結構當中 可以說是完全不對 是不適合的 聽得我久的都知道 三中堅結構必須要結合前面的速度型進攻點 所以奧運必須要上陣 如果我當年在98年有這個理論的話 當年我也是會這樣說的 理論是不會變的 可惜奧運繼續今次坐後備 這樣就搞到英格蘭欠缺速度型的反擊和快攻 由於羅馬尼亞控球能力還是不錯 加上英格蘭前面的速度不夠 即是高位壓迫力不夠 所以羅馬尼亞拿到不少控球比率 這樣就開始出現英格蘭沒什麼反擊問題 而就算英格蘭有機會拿回球來用也好 今天英格蘭的控球能力也是一般 後場猜球的時候只有三個中堅 所以後面的猜球都是不穩陣 很多失誤 前面不夠進攻點 所以也需要後防球員助攻 但352結構後防球員助攻 即是中堅都去助攻 加利仔比較適合 但級數不高 不過蘇金堡真的不太適合這樣衝上去 蘇金堡上場衝上去叫做OK 因為對手突離西亞 但這次換了這一組最強的對手羅馬尼亞 蘇金堡上到去就用不到球 前面多了失誤斷籃 羅馬尼亞上半場最大的威脅射門 就是因為蘇金堡上去的隊友斷籃 一被羅馬尼亞打回頭打個反擊 就看到英格蘭後面不夠防守球員 蘇金堡的位置就空了 這次上半場的27分鐘 即是大家看那條片的32分18秒 作為中堅的蘇金堡上去導致後防空虛 右邊的伊利空了 幫忙回防的中場迫堤 這次雖然可以回來 但都是給伊利有空間射門 只能夠拖延少少 結果伊利成功凹射中尾 差點搞到斯文要失手 上一場來說 伊利是這樣入球 凹死了對方的 羅馬尼亞 英格蘭三中堅結構底下 如果不是玩死球戰術 中堅其實 真的不可以立刻上去 尤其是今場比賽品種並非 英格蘭控球在腳 因為三中堅結構當中 一有機會把握打羅維高速球 兩邊的球員一定一齊上去 或者齊上齊下 所以如果連中堅都上去 後防線有時會很空虛下 還會少人過四個後衛的結構 四個後衛通常不會兩邊閘都上去 現代的利物浦這樣做 因為他們可以控球在腳 穩定地拿著球才這樣做 但當時英格蘭並非控球在腳 分別就是這裏 來回高速球比賽品種 會令到球員的位置前後浮動幅度很大 中堅都上去的話 突然之間後面就會空虛 很大問題 另外 蘇利亞又是做不到支點 傳送又差 又真是不停死去 速度又不算快 經常都失控球權 今天我看蘇利亞的表演 看到有點懶惰 令到羅馬尼亞 越來越多機會控球在腳 所以賽事除了來回高速球之外 慢慢還出現英格蘭 入了九首必失的階段 雖然安達頓今場算是勤力 但英格蘭欠缺進攻的板斧不夠速度 變成要靠明買明賣 但安達頓做不到明買明賣 出不到腳靚球 確是沒有什麼幫助 當然了 我們就會想起碧咸大哥 碧咸當年不是大哥 是弟弟 當年首次入選世界盃 碧咸今場的賽事上半場都上去了 不過他都不是說打右邊 用這個雙輸的前鋒組合 但是碧咸都不是右邊斬球 給蘇利亞舒凌咸玩頭鎚 真是不知道什麼玩法 完全放大不了蘇利亞舒凌咸的作用 放大不了碧咸七船斬的絕招 碧咸入來取代的是中場中的恩師 即是碧咸打中場中 雖然碧咸打中場中 算成績都做到合理的連結 反映了熊魔鬼的清分能力 但是一開頭 何道將碧咸放在偏左中場就得淡笑 如果擺去偏右中場中 碧咸隨時都可以上K角位明賣明賣出絕招 但是擺去偏左中場中就完全局限了他的絕招明賣明賣 而且角球又不是碧咸負責斬 去到四十分鐘 即是大家看那條片的四十五分三十一秒 碧咸接應好兄弟加里利維利的傳送 偶然去到右邊才令到英格蘭有少少機會 碧咸施展出來的右路推進速度就快過安達頓了 碧咸今屆世界盃不可以打右邊 影震可惜了 碧咸去右邊有少少表現 何道才懂得安回碧咸去偏右中場中那裡 去到下半場英格蘭有黃金機會 就是靠碧咸K角位右邊出球 絕招出船斬明賣明賣 斬得很漂亮 找到舒利亞的頭 這樣才出現一些機會出來 可惜碧咸打中路 局限了他今場 只有一兩次明賣明賣機會 及後英格蘭出現 全場唯一的入球 都是靠碧咸禁區頂派牌 所以碧咸根本應該要打正選 如果不是因屍受傷 碧咸根本就沒有機會上陣禁制 如果沒有碧咸的話 今場賽事即是一個入球都入不到 何道的正選陣容 根本不用碧咸浪費時間 尤其是浪費了上半場的時間 英格蘭上半場可以說完全落在下風 一路看下去 只不過是等著奧運進來 3-5-2有速度才可以踢 3-5-2完全沒有速度進攻點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是不可能沒有奧運 碧咸打中路 即是碧咸在中路較長傳 前面沒有奧運 沒有速度的球員向前追 怎樣追到球 大佬 你靠輸你 輸你 是否追不到碧咸那些好球 但是 半場就沒有調動 繼續不用奧運 下半場一開球 就要落後了 落後了都不馬上換奧運 真是不知什麼玩法 為什麼會落後呢 因為英格蘭 就是因為上半場尾段那些問題 打不到反擊出去被人屈死 有九手必失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當然 亦都是反映了 就是擺多幾多個中堅內條後防線 那裡構成五人後防線 都未必穩陣很多的問題 跟這個2018年的四強一樣 2018年的四強就是輸明買 是名賣給克羅地亞 98年 英格蘭都是在分組賽輸明買 名賣給羅馬利 這次老大哥阿當斯都出錯 判斷高波失誤 摩道雲呢 就是冷守著熱戰隊 沒有奧運的時候 落後緊都還收縮 英格蘭浪費了時間 這一段時間 英格蘭真的不敢說自己是強隊 所以真的不可以想著收縮 要想辦法有速度地打出去才行 但是何度呢 都要等到72分鐘 才肯用奧運那裡閉 我們很辛苦 才終於等到奧運出來 前面終於有速度 衝擊力 終於多一點攻勢 去到80分鐘 即是大家看那條片的1小時 31分26秒 迫行去禁區頂派牌 過頭高波入禁區 蘇利亞衝入禁區的 蘇利亞貝隆門做支點不行的 不過你叫它衝入禁區 如果它向前衝 它是OK的 入到禁區底線 地球全中 終於發揮到奧運的功效 就是用速度去搶點 追成1比1 終於有奧運就好 之後來說 奧運能夠射中柱 也因為它有速度 打個快攻的時候 做超級連結人 推個球上禁區頂 自己射門中柱 但是最後來說 英格蘭也要輸 這次被羅馬尼亞絕殺了 除了因為 去到比賽的最後 拿索斯偶然被車路士的隊友 這個比特斯古 偶然進了禁區 搏倒個猛 之外 還因為英格蘭 沒有用三個換人名額 還有奧運太過持進來 對嘛 還有迫行沒有正選 對嘛 其實追成1比1的時候 英格蘭氣勢如虹 應該要把握著勢頭 用密碼藍文 索性轉過 就是4231加進攻點下去 拿走加利仔 或者安達頓就可以了 英格蘭如果這樣做 有機會反超前 當然 最好就是上半場經驗 不是三中堅結構 還要有碧涵有奧運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低輸球的機會率 可以大大增加小組手名的機會 16強避開阿根廷 所以這次來講 輸了一場賽事 小組拿不到手名 結果16強要對阿根廷 所以這場賽事輸給羅馬尼 是今屆最大的敗筆 來到這裏 大家最大的責任 就是幫小弟多點廣告 按廣告彈 廣告時裝出來播出有聲廣告片 就like、share、subscribe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有些收入 多謝了 記得要訂閱按鐘 就可以接收新片通知 用25元 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 3元Patreon那邊 是有美金也可以幫到手 記得不要裝廣告程式 播出有聲廣告片 不要喵條聲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或者待會再見 拜拜 拜拜